大家好 这几课老师再给大家讲第三个 第三个呢就是比较重点的一个 因为之前呢有很多学员跟老师讲 就说老师啊我这个 我研究你这个薛颠针行李权 我还愿意研究一些商事的行李权 或者是什么这个孙若唐的行李权 我都研究 这个研究来研究去 觉得就是自己可以把这些各家所长结合在一起这么练啊 其实呢这个我是非常不推荐的 这个怎么讲呢 其实咱们这个练拳呢 就是行李权是一个大群众 所以说呢每家每汉 他练的东西其实本质是相同 但是一些东西啊包括发力 包括动作 包括气 他都是有自家一套品系的啊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呢 如果是咱们这个学员是平常的爱护者 业余爱护者啊 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去学完这个又练这个 最后我自己这个结合起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你比方说这个薛颠哈 我们薛颠这一脉呢 讲究做跨啊 讲究做跨就是跨了 就像咱们做板凳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这个窝劲很大 就往里窝进去的 这个旁边的是这个 然后这个维履呢哈 我们这个要求就是有意识的啊 勾一下就行 只要不撬屁股就行啊 这种的好处是什么呢 能保证跨的灵活 你的步伐比较自然 所以说薛颠呢 是以鬼魅身法而组成 他这个步伐就用的比较多啊 但有的派系呢 他要求这个跨兜的比较紧啊 兜的比较紧呢 你用的这个发力呢 包括步伐呢 你就不能用我们这个 薛颠这一脉的步伐了啊 薛颠这一脉其实比较简单 后脚一踏 前脚一踩啊 就是所谓的刹车径 就比较简单啊 速度快 但是说 你如果是这个跨 兜的紧啊 啊 这个兜的紧 兜的这个松啊 这个没有对错 只有个还强调的不同 啊 你这个一兜紧的话 你其实你这个步伐啊 啊 这个有的派系啊 这个跨 哎 兜的比较紧啊 你你这种方式啊 你要是想正常的去这么 换步子啊 灵活换步子 你很难走 行走啊 所以说呢 有的派系呢 他讲究村啊 村 啊 他这个步是 叫这个 什么步呢啊 这个李洛能说过 这个叫什么 行不如更离啊 他这步子是这样的 他对步法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他这个 理论体系呢 这个兜跨兜的紧的理论体系呢 是结合他的步法啊 老深的说呢 再加上什么内容啊 他是结合在这个体系 他才能有用的啊 啊 如果说大家 张文你带啊 就是我用这个 兜跨兜的比较紧的这个架式啊 去用靴边那个步法啊 或者是用靴边那个硕化 就得比较明显的架啊 去用这个 这个别的派系这个步法去打啊 那你这个 绝对会出问题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个绝对会出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练拳的时候啊 无论你是跟老师练这个 这个靴边的行李拳 或者是跟其他老师练别的行李拳啊 这个我相信 这个 其他老师的这个交的话啊 肯定他也是按他们这个 一套理论 成熟的理论体系去这么交的啊 你跟他这么去学啊 或者是跟我这么去学 这样的话 不至于练偏长 啊 不至于练偏长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记住啊 练拳的话 不要自作聪明 张文你带啊 这个每一家的动作啊 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动作很 这个没什么用啊 就感觉气质重要 其实不是的 你这个动作 是蕴含的 每一家里 你拍的这个积极精髓在里面呢 你就不要说随意的更改 更改就是迟早会出问题